新知舊語,新知就是Cat 不是,舊語是Cat 新知就是Cat旁邊那位朋友 你是不是Cat的朋友介紹來的? 是,我是同事來的 同事來的 多謝你先來,給掌聲這個新朋友 亦都給自己的 我們舊朋友亦都是這麼歡迎的 你呢? 我來過一次 來過一次,我也是歡迎你的 這樣呢,好多謝各位 今天呢,有少少與美的 其實都來到這裡 那我來,好多謝意大利先生 因為呢,今天意大利先生是義務的 同時呢,他的學問呢 我是真是深深很敬佩的 那他自己在德國呢,是留學了多年 那現在呢,就好像在一些專業的進修學院 做講師那樣 那也都是,在很多地方呢 是自由講學 那今天呢,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政治 所以我搶著做主持 哈哈哈哈,搶著做主持 所以我也是義務的 那就是,政治,他的講題呢 政治之基本 古短與現代之論述 歡迎意大利先生 歡迎意大利先生 可能會有多熱烈爭論都可以的 不過這個大家希望 希望就是這個 大家這個就是 這個輕輕君子 這個和語彼不同 ok OK,今天课题没错,刚才Ben Hing也复权了一篇 我们今天讨论政治的基本,古典与《源头之论》 我们今天都是集中西方,可能在中国方面 或者在讨论的时候,有需要可以稍微引入了一些比较 古典《源头之论》之后,我们今天集中在巴黎图和阿里斯多德 在《现代之子创》,我们选了洛克的政治学书 跟大家介绍,在有限的时间,我们的题目都表示了 我们不是讲政治全部,我们只是讲政治基本的东西 就是政治的起源,政治的目的,和政治的基本特性 我们大概会分别取材在巴黎图和阿里斯多德 和在《落》里稍微论书一下,首先开始是看古典论书战 基本上是以巴黎图和巴黎图为代表, 两位大师讲的内容都差不多,阿里斯多德论书是系统一些, 但相对来说有干燥一些,巴黎图的论书是故事化一些, 但微谷有没有那麽清晰的,我们两位大师都选去少少, 首先看看政治的起源,政治的,如果用英文讲的 Genesis,或者所谓的新城,或者所谓的起源, 或者始源,origin。 问问大家,大家觉得政治活动,政治活动是自然还是人造? 是人造,当然我这麽问法不是很准确, 或者我这麽说,它是法乎人性还是从人性而来的? 有哪些朋友觉得政治是法治人性? 有哪些朋友觉得不是, 其实是人造,没有这个诉求。 巴黎图在《Republic》里面描述了, 即是认为政治如何发生, 这当然是故事性质地说出来, 但我相信它认为这个或多或少是历史实况如此, 每个人都不自足, 一个人的生存最简单要衣食住行, 每个人要维持生存,又要有食物,又要衣服,又要房屋, 如果你可能进一步出门,又要鞋,甚至要鞋工具, 是吧? 但一个人又很难提供给自己需要的生存物资, 你可能一天只是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 你只能做到食物给自己, 但你做不到是衣服给自己, 他可能在一段颇长时间做到防止出来, 但他照顾不到自己的饮食, 最简单是有些衣食住行, 每个人都不自足, 这个牌图在Republic说, Each man is not self-sufficient, 我们已经放大了,但也看不到, 放到175倍才可以, 但这样就可以, 现在政治的生存, 政治起源每个人都不自足, 每个人都有很多需求, 所以要互相帮忙, 互相帮忙, 这会构成一个群体, 派来图直接构成一个城市, 所以这个城市最初始, 最初步的界定就是 A common settlement in which many people assemble in a growing place as partners and helpers, 互相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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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个城市是一个, 我们现在英文,Politics 这些字都是希腊字, 这些城市, 这些是城市的目的, 这些城市的目的, 就是每个人都觉得 每个人都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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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来说是更好的, 就是我又将这些东西分给别人, 但是我又从别人身上摸这些东西, 如果有这样的看法, 当然就这个篇章, 这些政治的目的是自理的, 就是你看的, 但这句话就是自理的, 因为最后都是为了我的好, 相对现在两种生活方式, 一种就是我自己自给自足, 自己生产所有我需要的生存物资, 一种就是互补互利, 这句话就好像是自理的, 但我读书又不能够断章取义, 现在就整个public里面, 你看其实拍在这里, 你们都说没错, 它认为自理和利他不是分开的, 自理也是从事利他, 利他又是自理, 这个我稍后有时间讲到幸福那裡, 很明白的, 那裡就是, 我们将good变成happy, good变成happiness, 拍在这里认识就是成功的happiness, 和成功的成员之间的happiness的关系, 我清楚, 但这个我先不要, 亦都不需要我们接近的民款, 港帝也不需要有这些民款, 我颇有信心可以跟大家讲, 紧紧就这句引文, 好像是自理的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 但其实自理同时就是利他, 这些文本是很生动的, 其实它描述了一些很具体的, 我们稍为讲讲, 首先我们需要是食物, 我们有些必需的需要, 这个是food, 一个居住的地方, 和衣服和其他日常生活物资, 最开始的成功, 我们需要一个生产食物, 一个是房杖, 建造房屋, 外国旅行员, 做衣服、做骑鞋, 或是 advanced clothes for something for body, 最开始的情况就是4个人, 这个去严化, 它很有趣, 我刚才讲的内容已经暗含到, 究竟是怎麽是更为好的工作分配,distribution of work 一种就是每个人都做自己的工作 Each does his own work only, and all of us, his work to all in common for sharing 这种情况就是每个人都做自己的工作,将他工作成果和别人分享 另一种就是Each does each and every sort of work for himself 即每个人自己都自吸自足,每个人自己是生产自己需要的生存华智 而不同能分享,其实很明显这两个way of distribution 这两个工作分配的方式比较肯定是第一种 The first is better than the second 这部分有稍微论述的,因为每个人Each differs in nature from others 即每个人的本性都不同,每个人的本性有些东西是适合他 比如他这个本性是适合做耕种的,他要做耕种的效率 另外一个人的本性是适合做衣服,他除了好效率等等 另外一个人做房子就是适合他的本性等等等等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每个工作都要在适当时间做 如果你要是第二种工作分配方式,一个人自吸自足的话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你要怎样分配法呢 有些工作可能是晚上做不到,早上做到的,对不对 工作是早上做到,或者下午才做到,或者轻晨之随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你一个人就没有办法 基本上很难自吸自足,其实这些都是很显摘意见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在讨论这个成邦的起源 成邦的目的里面都已经提到,所以其实唯一的选择 这是第一种工作分配方式,每个人都只是做自己的工作 他做什么工作就是做去符合他本性的工作,他会做得最好 并且就选择在适当的时间做,跟着就跟大家分享 大致上成邦的讨论说得很简单,成邦的起源,生成 或者是所谓成邦的目的,成邦的目的, 另外就是工作分配,帕拉图的论述是很故事性的, 进一步很有趣,进一步我们需要多些additional status 不是刚才那四个五个,它在文本里面有很多论述 需要各式各样的一些craft文,这些我们就不论述了, 比如它论述到开始要进口出口,需要航海, 需要航海,它这个描述很有趣,在描述相对完整的 一个城邦里面有些什麽人,有些什麽行业, 然后你自己回去看看这个文本,这个是描述得很好的, 好像这个是上古希王时代,那些人就是素食主义, 只是满足自己的必需需求, 我们已经用了一些菜面式的语言,很枯燥, 原文很有趣, Walking and taking rest properly with food and drink, simple and enough vegetarian, 这个是敬拜他们的神旗, 就不论是教的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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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神, Juining with each other pleasantly, not producing children beyond their property, 根据自己财力的生育肉类, Going through life in peace and health, 在和平和健康的愿, 这是行进生病,dying in all age, 在长寿去世, Passing on such a life with their offspring, 将他们这种生活方式一袋一袋传入去, 一袋传入去, 然后就开始人生不足, 满足了一些necessary needs之后, 然后有些body and material needs, exceed what is necessary, 现在吃饱就不满足了, 还要吃都要美食, 着暖又不满足了, 又要着名牌, 有个防止这封党义又不满足, 需要豪宅、别墅等等等等, 所以又喜欢更多的additional citizens, 这很有趣, 发觉最后自己的成功都不足够, 有可能要抢人家, 反正人家都会抢你, 所以就需要护慰者, 需要军队等等等等, 这些战争的起源等等等等,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整个政治论述, 这是足够的, 这些战争是聚述式的, 这些论述是聚述来的, 我们看稍微向前史推进, 无论如何, 现在见证给城市了, 那城市里面, 就会有三种人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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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说, 这个城市, 其实有三种人, 这个才是true, complete, complete, complete guardians, guardians in true sense, guardians in true sense, 根据刚才那些进一步满足那些, 即非必有欲望等等等等, 这个城市要扩大, 最后这个城市有各式各样的人, 有各式各样的行业, 同事各式各样的必要, 和非必要的物资等等的生存物资生产, 大致上这个城市的结构, 就是它的草成部分分成三层, 第一层就是guardians, 是护卫者, 接着下面那些是workman, 很简单了解, workman, 其实就是那些角色那样, 那些是生存物资制造者, 生存物资生产者, 比如食物, 农夫, 衣服, 做衣服, 衣杖, 住房, 房屋, 防障等等等等, 这些人就是负责生产制造生存物资, 另外一层就是guardians, 这些是护卫者, 其实是助区分的, 一层就是护卫者, 其实就是警察和军队, 另一层就是统治者, 今天我们不是讲 title, 很简单把格格摆出来, 很详细论组, 接着那些层的要求, guardians in true sense是什么意思? 其实最真正的意思是guardians, 只要rulers才有论道经邦的知识, 有rulers才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美, 什么是品德, rulers才知道民众生活得好, 所以严格意识之后, 他们才是guardians, 那些auxiliaries就是听命于rulers, 那那个complete guardians呢? 怎样? complete guardians? 哦, 那那个complete, 其实希腊文complete is final, 即是最终极最圆满的意思, 那这个就是说多一点, 这个可能有些朋友都知道, 那就是, 我先看看, 看怎么讲的, 不要这样讲, 好了, 是final的意思, 是的, 希腊字telios, 最终极最圆满的, 最完成的意思, 这个就是, 我可以稍为讲讲, 他那个成为邦的结构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小孩子出生, 小孩子出生, 拍到图没有很清楚说, 是workman的小孩子算不算, 还是家庭的小孩子, 他有时就不太清楚了, 但我们当他帮了workman的孩子, 如果是这样的说法, 所有小孩子出生都送到政府所主办的学校, 小孩子从小受教育, 首先最开始就是, 两种教育, 体操教育和文艺教育, 体操教育和文艺教育, 然后进一步开始学习, 学习更多的教育, 一层层考试, 好像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 一层层考试是筛选人, 没有能力去, 男女一样, 这个就是男女一样, 然后不管男孩子女孩子男童女童, 总之送入学校, 他们首先接受文艺和体操教育, 这是最基本人员的必要, 然后接受其他知识教育, 例如天文学,数学等等, 一层层考试, 发觉他的能力不足以去论道经邦, 他能够做workman, 发觉他每个人的本性, 他做农夫, 他做海员等等, 通过了一层层考试, 那些转向继续学习阶段, 有很多事业连来去测试, 以及一层一层的知识学习, 有一些年轻的所谓未完成, 他们年轻的就是做辅助者, 帮助统治者, 有些都说他虽然一直到一年纪, 但他的确通过不了这个测试, 他的确掌握不了这个知识, 所以他亦只能做辅助者, 而那些能够通过层层的考验, 在新智常及二智常都经过厌证, 他们成为统治者, 大致上这样, 我们可以稍微讲讲, 稍微讲一点, 虽然不是很主题, 如果我们来看看那些Guardians, Guardians是什么样的, Guardians不可以有自己家庭的, 即是没有所谓的丈夫妻子, 没有家庭的, Guardians也不可以有自己的房产, 政府安排他们住在一起, 好像一个军事营那样, Guardians不可以有任何非必要的私人财产, 这些是Guardians, 没有非必要的私产, 没有自己的房屋, 他们receive provision from other citizens, 他们是食于闻的, 食于闻, 用传统中闻讲法, 这些是workman生产的生存物资, 就是供养他们的, 在一起住在一起, 就是在一起住在一起, 就是在一起住在一起, 他们不需要钱, 没有钱, 这些是在一起住在一起住在一起, 少少的happiness, 关于happiness, 在讨论里面, 在Republican对话里面, 很活泼, 苏拉迪是两个年轻人讨论, 其中当面对话年轻人, 这些Guardians are not happy, 很不幸福, 苏拉迪是这个骑士牌图的回答者, The city is not founded to make a class of it happy, 而去 make the whole city happy, 因为城市的吃了, 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层的人幸福, 而为了整个城市幸福。 请问那些是希联文来的? Tailman 是的, 不错, 那跟拉丁文有什麽分担? 那个应该先完结了。 话虽如此, 但柏拉图论述, 当家庭又没有私产, 又没有家庭,又没有钱, 又没有房子等等, 他们的工作就是自理的城邦。 首先,柏拉图论述是整个城邦会很快乐, 但你说他自己是否很快乐, 其实他自己是这样做,他也是最快乐的。 这点都很有趣, 我们暂时以我们的角度觉得不是, 不过有时我们会变成用了我们的观点角度, 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凌驾于或灌输于别人, 所以暂时是这样, 我们跳过去看看阿里斯诺德, 阿里斯诺德的论述不是罪述, 是论述,他也是这样一点。 阿里斯诺德说, 我们看看这个City, City其实是一个community, 是一个群体来的, City只是其中一种community, 而每个群体都是建立的, 是为了某些善, for the sake of some good, 每个群体建立都为了某些善。 The community which aims as the good, which most of all reign over, reign over other good is the community which… 这句是很复杂的, 我们稍微讲的, 有一个community, 有大有小的community, 每一个community, 我设立的community都是为了some good, 为了某些善, 为了某些好, 那些人成立这个community, 为了善和好。 如果有一个community成立出来, 他为了善和好, 是统治所有其他善和好。 这个community自然是统治凌鸡于其他community, 这个是political community, 这个就是City, 这个是在古提合世界的情况。 讲稿就很抽象, 现在我们在一层层, 我们去到第二点分开来看, Genesi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imary communities, 有些什么primary communities? 刚才排在图的论述很简单, 每人都不自足, 所以需要互相帮忙, 然后去到城市, 下列数就精细。 首先, Those who cannot without each other, combine together to form the most basic communities, 那些是互相之间不能不可或缺的, 我不能够缺缺你, 也不够缺缺我的。 首先, 形成最基本的community, 最基本的两个community, 就是community of male and female, 就是红性、红痴性、 男和女的community。 这个community为了什么good? 每个community都是for the sake of some good, 每个community的成立都为了一些事物都好。 这个community, the community of male and female, for the sake of procreation, 这个讲得简单一点, 男女的结合就是为了生产, 为了繁衍下代。 另外, 最基本community, 就是community for master and slave, 主人和奴隶的community, 在古代世界有奴隶的。 这个community是为了什么呢? for the sake of self-preservation。 所谓的论证, 有些人在天生做奴隶, 有些人在天生做主人, 根据他的本性。 大致上说, 有些人天生是心智的发达, 他知道是怎样, 应该怎样走, 但他相对来说, 身体条件是没有那麽好。 那些人生, 先生是身体条件好, 但心智就没有那麽厉害, 他又不知人生要怎麽走, 所以这两个就是合法, 一个是知道人生怎麽走, 一个是, 但他又不理他走, 一个是可以走, 好, 但他又不知人生怎麽走, 所以这两个人走在一起, 就有master and a slave, 好, for the sake of self-preservation, 这样他们才可以 preserve your life, 好, 这个是最基本的, the community which emerges from this hill, 跟这两个最基本的community, 开始建立这个household, 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裏面, 最少有一男一女夫妻, 并且有主人, 有奴隶, 有主人, 有主人, 有的, 这些需要已经 beyond everyday ones, 所以原文没有特别讲, 为何 everyday needs, 我们可以了解, 我们应该很形象化, 例如现在住在这个地方, 旁边有一条河, 突然水浸, 你这家屋近些, 他这家屋没那么近, 但大家都在这些水里, 拿这些河的水来喝, 是否要分工合作, 谁派多少人出多少钱, 去收这个河堤, 或者是怎样等等, 大约这样的解法, needs beyond everyday ones, 最后就是genesis of city, 城邦, 城邦很明显有很多家庭, 成为一个village, 有很多village, 成为一个city, 那现在对阿里士多来说, 这个在他们的希腊世界, 他们的实况, 这个就是最complete, the most, complete the final community, 这个community, 就是最终极的community, 这个city, 那它是for the sake of, a city which reaches the limit of full sufficiency, 那它了解为, 就是相对而言, 这个怎么叫这个city, 就是它相对而言, 就已经有self sufficiency, 大至上自吉自足了, ok, which comes to be, 那这个城邦都是for the sake of something, 就是for the sake of 什么, for the sake of living, 是为了活, ok, and for the sake of living well, 为了活得好, ok, 所以城邦的一个community, 就是最complete, 最final的community, 那它那个good就是living well, 就是所有城邦的人living well, 这个这个good就是统治, 统治其他good, ok, 所以阿里塞套, 我刚才开始, 那么快在图里写了问题, 这个阿里塞套和图里写了一样, City的生成, 或者是政治, 就是natural的, 于是所谓natural, 就是人之自然, 是如此的, ok, 那为什麽呢, 那为什麽呢, 那要稍为论证下, 因为, 你最基本的complete is natural, 男与女的complete is natural, ok, 主人与奴隶的complete is natural, 跟着就是household, 就是complete is natural, 跟着就是物理是natural, 跟着就是物理是natural, 那另外City呢, 就是self-sufficient, 那为什麽呢, 因爲since the city is the end of primary communities, and the end is the past, and the self-sufficient is the past, and the self-sufficient is the past, 那为什麽呢, 如果你不是sufficient, 你继续使得是sufficient, 那我们才叫做City, 好了, 所以在这儿, 进一步,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City is natural, 阿里塞套讲出两个名句, 西方哲学的名句, Man is by nature political animal, 人根据自然本性, 是城市的动物, 即是蚊猪是群居的动物, 人根据自然本性, 当然你说很多的蚂蚁都是群居的, 狮子都是群居的,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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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n is more of a political animal than other animals, 好错, 有很多群居动物, 但是在蚊蚊群居动物, 人比其他动物更为群居, 那是political, 为什么呢? 这个也是西方哲学的名句, 因为Man is the only rational animal, 或者用飞行文, Man is the only animal having logos, 只有人才有logos, logos就是用语言去解释说明道理的能力, 只有人才有用语言去解释说明道理, 这就是我们连语言, 所有动物都有声音去表达他们的快乐和痛苦, 用针子咯一只猫的他就叫他, 你稍为虎猫, 他就很好, 很舒服, 但只有人才有logos, 只有男人有Logos, 去解释, 什么是不正义 但只有人才有Logos, 有语言去解释说明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不正义 所以人比其他动物更为, 是political 大致上这样, 再看看Priority of city to single man The city is priority in nature to a single man 如果人, 我们个人, 其实这些概念是现代才有 先帮我们接沽使用, 因为个人不是在城市 城市要解释为最大的政治群体 个人和城市, 哪个属先属后呢? 你想讲得很明白, 这也是分得到意思 城市是先于in nature, 它是in nature先于个人 但你刚才又说, 不是的, 你先由男女的一个 一个基本community, 主人奴地community, 一个家庭, 一个community, 很多家庭, 一个villagecommunity, 然后才有很多village 但这里所谓by nature的本性, 看说明就知道 since a whole is priority to the part, and a single man to the city is like a part to the whole 这个城市是整体, 这个一个一个, 所以我这里不用individual, 因为individual是现代概念, 我用星图, 不过中文也讲回个人, 这个城市是整体, 因为个人只要整体一部份, 在这个情况, 整体是先于部份, 为什麽是整体先部份, 不是事实上构成先于, 事实上构成的部份先于整体, 是不是? 所以这里是概念上先于, 不是实事上先于, 实事上一定是一个人先于的城邦, 但这里是概念上先于, 就是你构成了城邦之后, 你怎样要选择这个人? 这个人是城邦力的人, 我这里其实这些不难, 譬如那些扫把, 这些扫把是不是有些扫把病, 然后扫把扫把, 是不是? 你说是扫把病先于扫把, 扫把先于扫把病, 你从实物构成来说, 当然是扫把病先于扫把, 因为扫把病,扫把扫把才叫扫把, 是不是? 从实物来说, 扫把病先于扫把, 是不是? 但你想想, 现在你指着扫把, 这个扫把病, 即是扫了出来, 那个还是扫把病, 那个是扫把病, 那个只有一支棍, 那个不是扫把病, 你看着扫把, 这个扫把整体有两部份, 扫把病和扫把数,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在概念上, 那个扫把整体是先于扫把病, 因为你有这个扫把概念之后, 你才能指认到这个是扫把病, 扫把的一部份就叫扫把病, 所以其实这个先于不是实事上先于, 是一个思想上先于, since the whole is prior to a part, and a single man to a city is like a part of a whole, it is so, since a single man separate from city is not sufficient, 这里再讲明白一点, 就是一个single man separated from the city, 一个个人, 离开一个城市, 离开一个政治群体, 他不是self-sufficient, 他不是能够成为一个人, 所以这个也是完全一环扣, 一环就是这个人是by nature, 人根据其字本身是一个political animal, 他一定是在一个political community里面, 否则他不成其为人, 大致上这部份是阿里斯多德批评, 我们不讲了,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其实都很简单, 根据古典的想法就是政治群体的起源, 人是不自足的, 其实阿里斯多德是这个意思, 他讲得更详细, 首先是男女, 还有主人奴隶等等等等, 为何他们走在一起就是不自足, 不自足即是每一个走在一起都是为着, 为着某些目的, 刚才讲得很简单, 男女为着什么, 主人奴隶为着什么, 各自每一个community, 其中一个群体是他的目的, 是他的善,是他的好, 但最终的群体就是城市, 这个为何叫相对于self-sufficient, 他不是绝对是self-sufficient, 否则不需要跟他继续相谋往外, 相对来讲是self-sufficient, 相对来讲自给自足, 他的目的就是living well, 就是整个城邦整体living well, 和他的人living well, 这个目的就是宰制其他目的了。 大致上讲, 我们现在转转台去看看, 这个现代的政治, 我们在现代开始端, 始终是最后形成现在所谓民主政制的政治思想为主流, 当然每一个阶段都好像在主流里面有一个打对台。 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就是lock, 这个稍为知的政治之后, 这里Benting和朋友都知道, 我们往往将lock和什么人放在一起, 就是同一个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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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这个是hoops最早, lock, 接着就是hoes soul, 这些政治学书都很快的说到一些关键词出来的, 艺术能长, 但他们三个人, 虽然有些承接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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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obes早些,Hobes不是liberist, Hobes会认为这个国家统治者要习权 Hobes都跟Hobes差不多是三回后, 都是思想接近, 他们对政治的说明还有另一个关键词, 这些现代政治学说应该知道, 就是contract,social contract,社会契约。 Social contract theory, Lock的文本似乎我看见没有这个字, Rosso的确用这个字, 而且书根本就用这个名字, Social contract, 但Lock没有用这个字, 基本上它的意思都有,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下现代Lock的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选择英文的政治学说, 因为政治学说就是民主政治实践的理动基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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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cracy, OK, 你了解这个Democracy是practice, OK, like this, Liberal的实践, 是一种实践的体系, 这个理论基础就是Liberalism, 这个自由主义, 我们一起看看, 我们选择一些Lock的学说, 我们选择政治学说, 我们选择政治基本的部分, 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点, 就是这个, 和巴拉特的相议, 相呼应, 有什么政治, 如何开始? 首先, 描述它, the state of nature, Lock是英国人, 英文是英文, the state of nature, the natural state, 更多用, the state of nature, the state of nature of mankind, is a state all men are naturally in, before any political power is generated. Lock这些港版红牌, 那些港版红牌, 基本都是互相呼应的, 原来, 历史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 历史神方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 那怎么叫, mankind的state of nature, 自然状态, 就是, 还没有任何政治权力, 产生的时候, 人处于那种状态, 就是the state of nature, 在the state of nature里面, 这个state of nature, 就是了解是这个实况状态, 原始时代, 太古洪荒, 没有任何政府, 没有任何政治权力, 那这个state of nature, 就是the state of freedom, liberty, 每个人都自由, 你想做啥就要不要, ok, and the state of equality, 每个人, 在这里开始有问题了, 每个人都是equal, 但in what sense,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会每个人都, 那位肥羞一样, 我们不会每个人, 天生的体力条件一样, 我们不会每个人, 天生的智力条件一样, 它都是equal, 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身高体长一样, 不是说这个智力的效力一样, 是吧? 但是它用了这个字, equal equality, 大家可以有个问题, 是什么意思, ok, 但是它在这个, 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产生的状况, 这个自然状态, 里面的人, 它用了这两个, 就是它的总名叫做the state of nature, 自然状态, 但是这个自然状态, 你稍微描述它, 它有些什么特性, 它讲了两点, 一点就是as a state of freedom, 自由, 自由, ok, 这点都容易得要说, 另一点就是a state of equality, 所谓人与人是equal, 就是important and equal, 好了, All men are free to order their actions and dispose of their possessions and persons with the bounds of the law of nature, 它有提到一个东西叫the law of nature, 但它从来没有长述说明, 为什么人在这个状态是free, 就是每个人都是free to order their actions, 它可以自己去order their actions, 它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于它所拥有的possession, 它想怎样做就怎样做, ok, 但是within the bounds of the law of nature, ok, 有一个是自然, 有一个法律, 但这个当然不是政治的法律, 不是一个是政治的法律, ok, all men are equal, in that all power and jurisdiction is reciprocal, no one have more than another, 那就有说明了, 怎样我和你是equal, 在这个状态, 就是每个人, 我们的power是reciprocal的, jurisdiction, 比如我们互相之间的审判, 是reciprocal的, no one have more than the other, 你可以判断我, 我都可以判断你,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不需要每一个slide都讲, 这个有些跳下去, a law of nature, 在这里就讲了一句话, reason is the law of nature, 最后有趣, 理性就是law of nature, 这个law未有政治机构产生, 这个law不是政治机构做出来的, 这是law of nature, 自然有个law, 那law是什么, 就是人理性, 到底的话, they are free to order their actions and dispose of blah blah blah, within the bounds of the law of nature, 即是在你的理性范围, 那law他相信是共通的, 或多或少, 我和你都是人, 我们的理性都是我们共同理性, 经过我们共同理性, 你才觉得都是, 譬如是, 我是free, 我喜欢挖你的心出来看看, 我free, 不要挖你的心出来, 然后发现这个不行, 你挖我的心, 我挖你的心, 你挖我的心, 但我们是equal, reciproble, 我们是equal, 我挖你的心, 你挖我的心, 那law他说多说少, 但是他都没有论述他的reason of name, 没有论述他的reason, 但是他相信对人性很健康的信心,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共通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例如reason teaches all mankind, no one ought to harm another in his life liberty and possessions, 对理性有如此健康的相信, 人的理性就是会高速每个人, 就是不应该伤害别人的生命, 不应该伤害别人的自由, 不应该伤害别人的possession, 所以这个很重要, 就是下面的黄字, Amanian the state of nature has, 有三个natural rights, 所以这些叫natural rights, 人的state of nature, 有些natural rights, 那有三个最基本的呢, the right to life, the right to liberty, and the right to possession, 这个就是现代英文, 和law的时代英文不同, law是三个合埋才叫property, 那你现在看现代英文, 通常就是the right to life, the right to liberty, the right to property, 财产就限制出, 就是我们一边都想法了, 我一家一家屋, 一块地, 或者一些股票等等那些, 但其实property,property这些字是, 这些字都是拉丁字出来的, 即是自己,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的意思而已, 在law的时代, 他用的英文就符合原来的意思, 这三个都是property, life,liberty,and possession, 他在那个位置用possession, 或者在另一个行物用estate, 我们暂时讲到财产, 这个很重要, 这个都是现在自由主义, 而是liberation, 这是最基本的论述来的, 也构成这个所谓democracy, 你用基础。 OK, 人在自然状态, 有很多的natural rights, 自然权利, 但有三个是很基本的, 生存权, 自由权, 财产权, 这个又提醒大家, 这个是关键字出来的, 就是什么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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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听到阿里斯多帕特, 跟我讲了这么久, 没有出现这个字, 是什么呢? 什么呢? 不, 不, 他说没有那个字, 但都是人的自然状况, 都有意思, 但有… property呢? 有啊, 其实有 property, Platel那里都有论述, Platel譬如说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些, 就是no private property, 关键是right, 权利, 大家回去试试找一些古典的政治论述, 有没有找到这个字呢? 最少我读到的, Platel那里没有, 还有这个right的概念, 我们可以稍微讲, 离题一点点, 我们可以这样了解, 一些哲学论述里面, 有些概念叫做, 这个我们借用现象学家的讲法, 哲学论述往往里, 我们可以分到, 它论述自然就有了字眼, 有概念, 那些字眼不概念, 我们可以做个区分, 有些概念, 或者有些述语, 我们叫做Thematic, Thematic Concepts, 或者Thematic Terms,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学说, 它就用这些字为, 是主个字来的, 它整个学说就是说明这些概念,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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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概念, 这些概念就是这个学说的主题, 这个学说就是要说明这些概念, 有些叫operative concept, operative terms, 但是你要说明一些, 主题的时候, 你总会用字, 是吧? 但是往往, 你用这些是关键词, 但是关键词就是, 你不会说明它, 你用它来说明那些主题词, 这些概念, 其实呢, 如果这样分析, 因为自由主义, 譬如, 这里出了那些, 这里出了那些, State of Nature, 然后, Liberty, Freedom, 这些, 就是Thematic Terms, 我说明什么是freedom, 等等等等, 但是, 它用了其中一个, 一些字去说明, 这些主题, 就是right, 问题是right, 就是重复说明过的, OK, 到了再晚近一些, 一些所谓, 而学者去说明的right是什么, 这个其实很关键, 这些了解原来诚词, 它用了right这个想法, 但是我们稍后去想一下, 如何是right, 先报告完, 好了, 在这个State of Nature里面, 有时间接出这些情况, 就转入了State of War, 这些是Hobes和Lock不同, Hobes就是说State of Nature, 就是State of War, 在State of Nature里面, 每个人都是一条独狼, 每个人孤独的狼, 每个人都是要获取自己利益的, 我抢你,你又抢我, Hobes里面, State of Nature就是State of War, Lock你看到它不同, 刚才很相信reason, 所以读哲学在不同层次, Lock这些是英国经验主义, 跟理性主义, rational人打对台, 但是那时是讲一些更新的形象学, 知识论都过低, 但是讲到这些实践, 那时他们讲的是theoretical philosophy, 如果不是很熟哲学的同朋友, 不需要知道, 读哲学的稍微分一下, 我们说会分是rationalism, empiracism, Lock这些是英国, 是british empiricism, 但我们讲这些rationalism, empiracism, 我们是讲theoretical philosophy, 就是metaphysics, epistemology, 对知识,对B形, 那时是分这个, 但现在我们讲是practical philosophy, 是讲人的practice, 这里我们看到Lock是相信人的理性, 是有个stay of nature, 有一个law of nature, law of nature就是reason, 他没有说明的, 他和行民似乎他认为是共通的, 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有reason, 是很明白, 没得争辩, 所以Lock和Hobst不同, Hobst是自然状态, 就是战争状态, 每个人都互相抢来抢去, 在Lock是不是的, 自然状态是行长的状态, 偶然会出现战争状态, stay of war, stay of war is a state of enmity and destruction, 敌对和破坏, 他又用right这个字, It is reasonable and just for me, 对于我来说是合理和正义, I should have a right, 我应该有个right是什么呢, to be in the state of war with someone, 当别人尝试威胁我那三个基本法, 当别人要侵害我生命, 我的natural right to life, 当别人要侵害我的life, 我的natural right to liberty, 当别人要侵害我自由, 别人要把我变成奴隶, 我的natural right to possession, 我收集到果子, 这些是我的, 它来抢, 我便有权和它绝对自身状态, 好了, 这些我们不需要详细讲, 这些都可以调过去, 什么property呢? 有趣, 刚才我稍微漏了嘴说出来, lock认为, 这些字如果用古语, 就是life就是property, liberty就是property, 但如果限制使用, 就是possession的意思, 譬如我们马克思认为, 这个有私产就是不理想不好的状况, 历史上我相信他不是马克思认为, 这个lock明白, 那我去arguer for, 去论证, 去私有财产, God hath given the world to man in common, 上帝给了一个世界给人, 是in common, 大家in common, Hath also given them reason to make use of it, 亦都要上帝给了人 reason, 去使用这个世界里的事物, to the best advantage of life, 是为了自己生命的avantage, 上帝做了这个世界, 和所有事物给所有的全人类, 上帝做了理性给全人类, 用了这个理性给全人类, 去使用这个世界和事物, 是为了他们生命的avantage, all natural things in their natural state are given for the use of man, 所有自然事物的自然状态, 都是给所有人用的,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私产, 我们讲的是the state of nature, 这个自然状态, 就是远古时代。 Yet there must of necessity be a means to appropriate them, 使得它变成自己, appropriate 这些字, 你看到达丁这些字根就知道, appropriate, 使得成为自己, before they can be of any use or beneficial to any particular man,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你在自然里面有苹果树, 有苹果树, 有苹果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一般言就说, 这苹果树, 这苹果就是上帝做给人, 给我们所用, 我们同时使用, 对不对? 但其实你在这个状态, 没有人用到它, 对不对? 但现在你呢? 我两个人去郊游, 但旁边那个人不动了, 我就去爬上去, 扎出来, 我使用了我的体力, 对不对? 我使用了我的体力, 对不对? 我爬上去是否要看你的? 对不对? 爬上去还要看你, 当然要看你, 对不对? 我使用了我的体力, 然后把这个苹果扎在我手上, 那现在这个苹果就对我有用了, 但诺都认为你有权宣称这个苹果是你的, 这个时候这个苹果就是你的 private property, 你的 private possession, 你的 private estate, OK? Every man has a property, 这个就是对自己人生都有一个 property, 但这个下面那个, Whatsoeverver someone removes from the common natural state, He has mixed with his labor, 他参进了他的 labor, 那个苹果树, 那个苹果的自然状态, 你站在那里, 属于全人类, OK? 但你现在参进了你的 labor, 你的労动, 我爬去爬, 我用花花园, 我看来它折了出来, 我现在还要用力拿在手上, 这些都是你的 labor, 你将你的労动混在自然状态上, OK? 这个就使得那东西成为你的 property, 好了, 这是大致上, Political civil society, 现在在自然状态, 偶然会有些间歇性的战争状态, 别人要拿你的财产的时候, 或者别人将你变成奴隶的时候, 或者别人夺退你生命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打仗了, 你就可以跟他打架了, 他要杀你, Lok就讲得很有趣, 在自然状态, 但他要杀你, 你有权杀他, OK? 但他要将你变成奴隶, 你都有权杀他, 甚至他只想摸你的苹果走, 你都有权杀他, 不过这些技术细子, 我们不要紧要, 不要, 即未必很正确, 好了, 但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但的确有时, 我们会要进入战争状态, OK? 如果我们来看看, Political society, Civil society 如何产生, No political society can be or subsisted without having in itself the power to preserve the property, and to punish the offenses of members of that society, 有一个政治群, 最主要是有一个权力, 它有一个权力去维护, 去维护properties, 维护这个社会, 或者这个社会, 每个人的properties, 它有权力去punish那些犯罪者, 这样才叫做Political society, And hence there and there only is a political society, 那在哪里才有Political society? 就是我们的黄色字, 就是这个highlighted的部分, Where every member has quitted his natural power and resided up to the community with established law and authority, Malauke没有用social contract的字, 但后来有用consent, 就是互相识一同意, 其实意思已经在, 就是怎样, 我在自然状态, 我的natural right, 我的natural power, 但在这种状况, 虽然不是恒久的战争状态, 但的确是随随随, 只是在战争状态, 现在先把这个分开来讲, 现在先是静态讲, Political society是怎样, 就是每个member都是, 我有那麽多的natural power, natural right, 我将一部份拿出来, 我不要这部份, 我不行使这部份, 我的natural right, 有些我不行使, 我的natural power里面有部份, 我不行使, 我拿出来, 你又拿出来, 他又拿出来, 大家拿出来, 拿出来这里, 形成一个community, 形成一个government, 整个government拿出这些, 我们拿出来的那些, 他就去维护我们的property, 去惩罚那些犯罪者, 所以在这里, h member has given up his judgment of offenses, 这个offenses, 譬如他给了什么, 就是我不再去判断, 我判你有没有罪, 我放弃了我这个判断有没有罪, 在前状态就有, 在前状态, 你抢我的苹果, 我就判你有罪, 我有权判你有罪, 我有权杀了你, Thank you Lord, OK, 但现在就是你放弃了这个权利, 你放弃了, 现在是法庭之有权, 明明我看着你, 你在我的钱包里拿了些东西, 偷了我一百元纸, 但我最多是举捕你, 当场捉住你, 叫警察来, 我现在不能够行私权利, 我现在罚你, 我现在杀了你, 或者要拿你二百元, 不行了, OK, 那么章我这个权利, to the legislative to the legislative, to the legislative, 好aleigh? and given the right, to the commonwealth, to the implying his force, blahblahblah,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judgements, of the commonwealth, ำ而不要 ком Вас, evo y مett, personalityy, this is the legislature, okay, 所在它的政府, oh sooun out違う��, 我们现在叫江颧权利给 了一个立法, of the father, the legislation, okay, and thus given the right, to the commonwealth, to the almighty force,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judgments of the Commonwealth 我们可以看到 the origin of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 of a civil society 所谓公民社会的立法权和行政权 为什么这样来 我们不需要每张slide都讲 我来举例子举犯法 不是紧紧犯法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al society 这个是consent without his consent consent 英文得万搞乱 他的发音是consent consent no one can be put out of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subject to the political power 无人可以强迫你脱离自然状态 唯一是 无人能够强迫你脱离自然状态 without your consent 你同意 the only way to quit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subject oneself to a political power is by consenting with others to unite into a community ok 我在自然状态 我以前的natural rights 我的natural powers 无人可以强迫我放弃东西 唯一就是 我和你和他 我们大家坐在一起 我们consent 我们make a consent ok 接着我便同意你拿些出来 我便拿些出来 我便拿些出来 只有这样的状态 ok when any number of men have so consent they make one political body 只要他们在互相之一 一样的同意之下 才构成政治的一个body 但是这些现实小问题 十个人都易搞而已 一万人一样 一万人 大家要做的事情 要一万人才同意 那我便做不到 所以这是现实问题 majority in a political body does make the majority have a right to act and conclude for the right 就是多数人是有权利去决定和行动 ok 小畅服从多数 所以什么事情是开始构成一个political society 就是The consent of any number of free men 而且他们是capable of a majority, 他们是能够构成一个多数, 他们是愿意承认多数有权去做决定行动, 这个就是 beginning, 讲完 end, the end of political society, 那 political society是围着什么? The great and chief end of a political society is the preservation of life, liberty and estate in charge of the properties of the members, 就是我们为什麽放弃我们一部份的自然权利 自然的权利和自然的权力, natural right and natural power, 这就是为了在自然状态、行长状态内 间歇性会进入战争状态, 我们自己不安全, 我一个树上集的苹果是根据reason, 这个苹果是我的, 但是不肯定旁边的人都来抢, 我随时和他打架,很辛苦, 可能打一打他就杀了我, 我们在一个很不安全的状况, 所以这是我们的理由, 为何我们会将我们部份的natural rights, 或是natural power拿出来, 成为一个群体, 有一个政府很害怕, 但是我们做一大堆这样的事情, 形成了political community, political society都是为了什麽呢? 其实都是为了每个人的property, 即是为了每个人的life, 每个人的liberty, 每个人的possession, 这些不难了解, 这些不是形成口知识, 这些很容易的解释, OK,大致上是这样的, 所以我大致上今天演讲到, 现在讲到几长, 讲到7时左右, 这个大致就是现代主流的政治, 朴雪的想法, 自由主义, 我稍微可以总结一下, 在这个时候, 他们所了解的人是怎样的, 刚才我们看到, 在拍摄和阿里索特别讲的明显, 一个人离开了一个political community, 还是不是一个人? 不是, 人是political animal, 人必须在一个political community之成其为人, 但是现代的学术是怎样的? 人本身的本性是否是political?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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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准确一点点, 我们现在准确一点点, 现在在lock的想法之下, 人在一个natural stage, 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己, 一些东西来的嘛, 是不是, 他们形成一个政治的community, 是要根据这个consent, consent, 后来我洛书的讲法, 就是我们签个contract, social contract, 是不是, 我们放弃了一些我们的东西, 当然都是为着保存我的生命, 我的自由, 我的财产, 是为着这个而已, 不过这个又是另一点, 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 古典, 古典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元, 人是a part of a whole, the whole是在概念上, 先于priority of the part, 但现在现代lock这些主流的想法, 是应该很明白的, 人是一个群体的元, 还是一个individual, 人是一个individual, 人基本上每个人最基本上是一个individual,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三个natural rights, ok? 跟着我更多见到这些race上的race, 等等等等, 从人来说, 古典的人是群体中的人, 个人只能透个群体来解释, 但现代的想法, 自由主义想法就是人是个体, 有些一点, 我们稍微讲了两边之后, 我们看看对人的看法, 一个就是人是一个community中的一元才成其为人, 一个人是一个individual, 人本身就是自己一个已经成其为人了, ok? 另外, 看到政治的起源, 对柏拉图来说, 政治的起源就是, 当然你说是不自足, 人不自足, 要互相帮忙, 互相帮忙, 但现在这个lock的想法, 政治的起源是什么呢? 没错了, 因为我在自然状态里面, 这个持久的状态虽然是没有危险的, 但在这个状态里面, 随时都可以进入战争状态, 就是危险的, ok? 随时可以有人来抢我的苹果, 所以我有个natural right去杀他, 但我又不知道能否杀到他, 他又杀我又杀他, 随时为了这个苹果就被人杀了, 所以很不安全的, 这个持久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为了自己的property, 所以是为了自己利益的, 因为现代政治是为了自己的abundage, 或者自己的abundage, 是self-interest, 肯定是self-interest, 而这个Plylarity是多少个呢? 它没错, 是self-interest, 但我们说self同时是community, 不, 所以政治, 我们ent和origin先分开讲, 所以origin, 如果在古代来讲, 人是不自足的, 人要互相帮忙, ok? 但现代来讲, 人就会互相之间残害的, ok? 所以我们需要想些办法, 不要残害先, 这个人是一个差别, 刚才讲到ent, ent就是, Plylarity政治的end就是, for living well of the whole community, and each member, ok? 而他们认为, the good, 群体的good, 群体的善良好, 就是个体的善良好, ok? 这两个是综合的, 政治的目的就是the good, 所以用现代讲法既是common good, 亦是individual good, 这个good就是good for community, 但是, 这个是现代的想法, 你是为了什麽? 当然也是为了保障你的利益, 你的property, 所以都是为了你的利益, 是吧? 嗯, 这个就是end来讲, 跟着我们还有, 还可以做少少比较, 嗯, 接着我们刚才的讲法, 问一问大家, 大家认为怎样? 在这个古典的想法裡面, 彼得和阿里士多拉克, 他们是否认为, 我们一个政治群体, 有做主导的政府, 政府去管治, 去拟治这个政治群体, 是否有一个共同的good, 这个群体是否有一个共同的good, 是有一个共同的good, 首先是为了good, 这个群体是共同的good, 但在现代政治裡面, 在Lokhien的讲法裡面, 现在变成国家了, 古希腊的城市, 现在变成国家, 这个state, 有一个共同的good, 这个political society, 有没有共同的good, 没有共同的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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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 对good的想法, 是吧? 有所谓的common good, 这种情况, 所谓的common good, 可能某些群组, 个别的good, 是一些类同的地方, 所集起来的所谓的common good, 即现代的所谓的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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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群体活动就是要追求, 要向善, 向着善, 向着善就是一个群体和个, 以及群体裡面的小群体到个体的善, ok? 而在现代, 这个政治就不是向善, 政治那个, 我们现在讲远些少, 刚才在扣人的原文的用语, 现在我们稍微放昏些少, 都是讲目的的话, 如果在古代目的是, 是围着群体和个体, 群体和个体一样的善, 我们有一个善, 有一个good, 但是在现代, 政治目的就不是围着good, 一个政治社会, 一个政治社会, 也没有一个common good, 你有你的good, 我有我的good, 在这个自由主义的上马之下, 这个政治变成了, 不是要在政治生活, 政治活动裡面, 共同去向善, 去追求善, 去实现善, 而是怎样呢? 这个政治, 政治是做什麽呢? 这个机制给每个人, 能够保护到自己的生命, 自由财产, 每个人去追求自己认为good, 在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 Jerfersen, 将Lock的property, 说了做追求的happiness, pursue of happiness, 每个人都有三个权利, 就是the right to life, to liberty, to pursue happiness, happiness是转的一个字, 就是good, 每个人允许有自己的conception of good, 每个群体允许有自己的conception of good, 但当年讲关于限制, 你不能够说我的good就是强奸, 不行的, 有些限制, 这些是技术体制, 我们现在讲的大原则, 但现在古代还会认为, 整个群体有共同的good, 譬如我们是一个, 大家都是天主教徒, 我们人生的good是怎样呢? 就是天主教教义所讲给我们听, 我们政府也是根据这个人生good来施政, 使得每个人都可能在最大程度 去实现天主教徒生平的good, 或者我们这个群体是一个哲学群体, 有某些是对于人生的看法, 我们政治的目的就是大家向着这个线, 在中国, 愚家怎样叫善人, 怎样叫好人, 怎样叫善人, 怎样叫善人的生活, 好人的生活, 他们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政治的目的就是在这个政府做主导之下, 全民向着这个common去实现, 去向他进化, 现代就变成了怎样呢? 所以多元主义, 这个国家又有新教徒又有旧教徒, 你的教练不同, 现在进一步可能有回教徒, 或者在印度又有佛教徒, 又有伊斯兰教徒, 这个佛教徒人生的good是这样裂盘直面的, 这个是敬拜阿拉, 很不同的, 这个是佛教徒, 要不结婚是禁狱的, 我们讲得通俗些, 这个是伊斯兰教徒, 反而还可以一夫多妻等等等等, 现在变成在现代里, 我们再没有一个政治群体, 再没有一个共同的good, 容许你每个人有自己的good, 每个群体有自己的good, 当然这个要有限制, 有些技术细节, 我们不讲, 而政治的目的就是, 制造了一个环境的条件, 让你没有人在自己的范围出来的good, 这个有一个差别, 另外一个差别就是right的问题, 现代是可以right的, 不是说good, 在right和good, 在good的位置就是right, 我有没有权利做这件事, 其实我刚才在看的字的时候, 大家可以继续试试一下, 今天只是作为一个起点, 有些字就是, 很多人都喜欢讲, 很多人都讲出来, 好像是日本的讲法, 话语团等等, 或者一些语言的暴力, 你看看那些后现代, 他都常常有这些字眼出来, 但是的教育团说, 是的, 我们语言里面是那些字, 占据了他的位置, 就好像是上方保健, 拿出来就全杀了, 权利, 我爱个权利, 好像就说, 是的, 没错, 没得帮他搏, 但是你其实想, 怎样叫我有权利做这件事呢, 如果在政治群体里面, 犯法应该无权做的, 但是不是不犯法就有权做的呢, 那会不会有一些叫做, 世袭的权力传承, 影响着, 哪些人做得某些事, 哪些人做得某些事呢, 虽然我可能有法应不准备, 我用权利, 我用权利, rights, 那如果在一个, 这个政治, 社会政治群体里面, 一般我们都同意, 是犯法就无权做, 但是是不是不犯法就有权做, 那在言善行一般的政治群体里面, 道德和法律都不完全重合, 是不是, 有些事是不犯法, 但是我们觉得是不道德, 但是那些不犯法, 但是不道德, 你有没有权利做的呢, 其实我们的语言里面有很多指, 在我们的说话方式, 不是很基础, 还有很大的威力, 或者很大的权力, 拿出来就好像全部杀了, 你这个集会游行, 哇,你阻街, 我集会的权利, 立刻就收声, 好像立刻没凸凹他, 因为游行, 你阻着的士走, 我们载客, 本来上山顶是20分钟上去, 我三个钟都上不了, 然后塞裂, 我的车又调不了头, 因为那个司机先生的楼可以改, 我同意你有这些自由, 你这个是游行的权利, 但我也有我会搵食的权利, 然后那位游行人士, 马上就乱疾了, 就搭不了上去, 又是把权利出来, 什么都搬出来, 我有这个权利, 好像就杀了, 好像就搞定了, 好像对方拼不了, 其实就是要想想这个权利, 已经有学者做, 但他的做法, 我始终不觉得哲学专行, 不是在这个范围里, 不是涉及太多, 但就我所涉及到的, 始终不是不透辞, 他们将权利和责任, 这些已经做了, 人权利和责任, 他们分了很多, 有些是negative rights, positive rights, 相对是duty, 但这个right和duty, 始终在我们语言里, 仿佛都是差不多层次的语言, 你用duty去解释right, 但对方拼头, 别人可以用right去解释duty, 举好简单例子, 我有the right to life, 你才有the duty, 是不要去杀我的, you have the duty not to kill me, right和duty是平衡改变的, 那些right的学者已经分析, right有几个意思, 有些区分, 有些negative positive, 有些这些, 有些那些, 接着又将right和duty掛勾, 在什麽情况, 给right去哪些人, 有什麽duty, 都可以做到很多分析, 但始终都是, 你不是用更基本的东西, 就说明right, 你只是用right同一个层次, 准备展示right的关係, 怎麽叫right, 这个都是一个可以思考, 我个人觉得现代政治, 以这个主流democracy, 这个实践, 它的理由基础就是liberalism,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 对人的看法, 就是人是individual, 这个是要思考, 要反省的, in what sense, 在什麽层次, 我们可不可以承认, 在某些论述的层次, 人是individual, 但人是否最终极是individual, 我是individual, 我有权处置我身体, 但你有没有父母亲, 你自残身体的时候, 你父母亲是否很伤心, 你有没有权去自残身体, 我自残身体, 如果是假设在这个社会上不犯法, 不犯法的话, 合得道德都可以争议, 但那怎麽样, 或者美国有时, 看看那些, 或者其他地方有些很变态, 性人为售交, 好,我在个人看, 又或者是, 有时看到德国相对保守点, 但有时在小镇里面, 开了一间性商店在教堂旁边, 搞了什麽呢? 性商店在教堂旁边, 他说我有权的, 为什麽我有权, 我根据政府, 他签了个药, 签了租药, 我这些生意是容许的, 然后这些教堂说, 有很多讨论, 大家搬出个right出来, 好像全部杀了, 不过这个先承认了, 先讲回 individual, 这是人是否最根本是 individual, 如果不是的话, 我的论述会不会太简单呢? 直接将人讲到 individual, 人会不会在某些论述层次, 我们可以沽且暂且承认人是 individual, 但那些不是人之为人最终极的层次, 自由主义本身就是将人是 individual, 在三四百年的现代, 我们在自由主义相对, 譬如在当时二三百年前, 有socialism, 有marx这些, 在现在二十世纪, 21世纪, 我们有communitarianism, 社会主义, 有很多社群主义, 这些都是认为人本身不是, 最基本不是 individual, marx就是认为人最基本不是 individual, 最基本是 individual, 当然最必是 individual, 不一定是自私的, 但毕竟你生存都是为了自己的, 在Liberalism, Lock的梅述里面很明白, 每个人的自然状态都是做自己的, 为何我们的公民都是为了自己的, 这一点就是 individual, 人是 individual, 在甚麽意思, 在甚麽层次之下是, 另外right,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检讨, 怎样叫我有right to do something, It is my right, 说出来通常好像不分青红造白, 说出来人都反驳不了, 但是想起来的时候很奇怪, 正如right, right是否, 现在是巧合, 就是这个巧合, 英文,right不是巧合来的, 我们中文有些对错, 对也是用这个字, 跟着这个所谓是权利, 权利也是用这个字, 你好像是否只是偶然, 是英文偶然, 但不是德文也有的, 全部都是这样的意思, 那你做古希腊文, 其实是decay, 这个just, 所以我们一般回到just, 是吧? 嗯, 但这个根本就是, 就是不太限制just的意思, just就是一般来说, 群体生活, 对不对? 古希腊文, 这个是decay, 根本就是说轮理范围, 这个是正确, right, 或者righteousness, righteousness, righteousness, 为什麽呢? 因为我现代讲的right, 变成讲的行动, 大古希腊文, 就是讲的人, 先讲的人, 所以其实这些都可以是思考, 这个商业权利, 其实都是要, 某些方式连结到是正确的, 道德上正确的意思是, moral, ethically right, 所以现在我们无法发掘到, 但无论抛了些问题给大家, 我作为今天的演讲, 抛些问题给大家, 先下套, 一个就是现代的政治, 就是将人了解成为atificial, 古典政治又不是, 古典政治就是将人了解成, 人是群体一部分, 人是政治的动物, 人是城市的动物, 人一定是群居里面才成为人, 所以人是考虑他自己的时候, 同时要考虑那个城市, 考虑那个困体, 这些就是这个, 譬如这个现代, 2380的socialism, 或者现在这些20世纪, 20世纪的communitarianism, Marks叫做community, 翻译到共产主义, 其实community是共同的, 不一定是产生, 到现在已经有了community, community是community, unitarianism, 搞这些字出来的, 是吧? liberalism, 都搞出了个liberitarianism出来的, 不过这些东西就和liberalism都不同, 先不要扯意, 大致我抛出这些东西出来, 首先偷贴, 我现在做个总结, 完成了这个演讲, 首先贴近文本, 我们看看政治的生成, 政治的目的, 这个我们做过一些比较, 政治的开始是怎样, 这个就是透过文本, 比较了古典的年代, 跟着我们第二部, 稍微越出了一点, 发觉一下双方这两个想法, 对人性有什么看法呢? 一个就是individual, 一个就是part of a whole, 一个就是right, right就是取代古典的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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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right又怎样了解法呢? 当然, 如果right就是取代古典的good的时候, 我可能, 始终我不是政治哲学专堂, 有时候口疏, 或者说得太快, 这个列出来right就是两个意思, 所谓对或者是权利, 如果我说right就是取代古典的good, 应该是说对的意思, 对的意思取代古典的意思, 但是这样的说法就是在讲伦理的时候, 就是伦理学的时候, 我们在讲政治之后就范围大一点, 整个人群, 我望他就会讲到是权利, 但无论权利变成一个好基, 在自由主义裡面, 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thematic concept, 是一个operative concept, 他用它来说明其他的theoretic concept, 但的确没有去看见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两个概念都很紧密扣连在一起, 所以他们一定做的, 对的意思, 大致上是这样的, 报告先到这样, 先交个时间给主持人, 好多谢严谣, 但林先生提出了一个这么有心思性的问题, 谈一下这个问题之先, 请大家多多帮补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呢, 我们应该原无意外呢, 我们会搬, 搬到一个较大一点的地方, 和更舒适的地方给大家, 那如果大家支持, 我们继续有这些免费的聚会, 希望大家多多益善, 少少无拘, 哈, 是不是也是租啊? 当然啦, 哈哈哈哈, 可以将这间扩充两间的, 这里已经是两间来的了, 哈, 不知道现在在找, 都没,都没, 是的, 我们先签, 有没有讨论时间, 有,当然有啦, 谈话, 我们现在再完结, 正式节目完结, 我们可以一起聊聊聊聊天, 请你再说一下, 那些是什么文来的? D O I G T 是什么文? 这个是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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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德文, 希丽文呢? 希丽文, D I K E 这个通常我们的英文是just的, 拉丁文呢? 拉丁文就好像没有出来的, 为了秩序和方便的一件, 法文的人呢, 真的是法文, 当然也有表达意见, 但是不要太长, 不要变成另一个讲者, OK, 现在是Ben Yu, 接着你, 持一脚好听, 有个人做访问, 有完又漏了东西, 好, 本来是在网上听, 那刚才, 阿叶庭一提, 提到那个问题, 那个right, 和good的问题, 其实在政治上, 在现实上, 就是落到现实的环境, 那种实际的运用方面, 其实就是说, 那个right就非常重要, 你说good就是解善, 或者公共的美德, 社群主义, 那些学者, 都有一个聚会, 都有说了一件事, 就是一个会议, 他得出过那些声明书, 任何的good, 美德, 是要在社会自然形成, 讨论, 慢慢凝聚, 慢慢由社会自然去发展, 凝聚, 大家很自然地, 就是说, 社会自然形成的, 因为任何一个政府, 或者任何一个团体, 觉得good是至高无上的, 要强加给社会, 这些是绝对无效的, 在美国的社群主义, 就是说, 你这个叫做deliberative democracy, ok, 那叶大梁先生, 对这个有什么回应呢? 是啊, 这个是一个不断讨论的过程里面, 就是民主制度, 我还没说, 这个在大陆, 徐友宜的那本书, 《重新自由主义》, 他提出这个资料, ok, 那就是说, 所谓的good, 本身呢, 是什么good, 有什么普世性的, 比如说, 很简单, 有些团体, 有些宗教, 道德团体, 我的good是, 那一个good至高无上的, 各社会跟着我那个走的最好, 哇, 非常危险, 回到中世纪那些, 就是这样的形态, 我可以这样答, 你一遍答两声答, 起码我们这里有一个good, 就是说, 不能够让一个人垄断了所有法文的时间, 他不同意, 这个是我们的common good, 我觉得, ok, 可以, 对于大林先生, 不用买的, 大家都是同贵的, Bernicke, 提出了communitarianism的想法, 对这个good的想法, 这个我同意, 这个我没有否认, 你可以看到, 纵然是communitarianism, ok, 社群主义, 社群主义者, 他们都不会说, 意思是说是, 承认是, 可以用一个任何意思的权威, 去颁布一些, 所谓common good, 就是要整个群体去追从, 甚至实现, 这基本上根据我们现在这个道德的直感都同意的, 好, 好, 很简单, common good和普世价值有没有分别? 通常我们现在讲普世价值的时候, 我们的讲法经常说民主是普世价值, 然后人权是普世价值, 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说good是善或者好, 我这里用一个common good的意思是一个群体, 一个群体的, 我用了common这个字, 我都是一时想出来的, 其实是这个群体, 它作为一个群体的, 它认为的善或者好或者什么, 所以这两字应该有些不同的, 不同的应该不同, 普世价值, 你现在用来讲人权是普世价值, 我们通常这样用这个字, 人权是普世价值, 即是普世价值是什么是普世价值, 给个例子我, 人权,自由,民主, 有时候你首先用了价值的字, 价值是跟事实相对, facts和facts相对, 不过我这样回答, 可能泰国始终我本身的哲学专场, 都不是政治哲学, 都是理论哲学, 我答可能太过理论性, 这个facts和value, value和facts相对, 但问题是good, 如果是理论哲学来讲, good是必然来的, 事的东西就是事好的东西, 不过我这样答可能太过理, 是理论上学知识论识, 可能不是直接到我们正在讲政治哲学, 不过我, sorry, 我不要够够够一些, 所以, common good就是一个政治群体, 他们共同所有的, 大家认为这个群体整体要, 要, 对于这个群体整体是好的, 通常这样讲的时候, 是一些终极性的东西, 一些基础性的东西, 不是一些时机性的东西, 比如说, 对于现在我们这个香港社会来讲, 最好是每人派6千元, 这个common good就是派6千元common good, 通常不是这样用这个字, 就是用这个字, 就是说一些终极性, 一些基础性的东西, 不是一些时机性, 是一些6千元, 就是说现在这个长远年度, 下个都不知道, 通常我们不会这样讲, 所以刚才如果用古代的讲法, 譬如整个群体, 整个国家都是一个基础教国家, 譬如人生的善, 就是要在此生的生活里, 实践基础图的生活方式, 到死后就去上天堂, 这些是很终极性的东西, 不是一些质实的东西, 通常是这样用法, 但是普世价值, 就是刚才我们所谓的那些, 大家都认为它是, 其实很难用另一个字去讲, 譬如我们说人权是普世价值, 总之这些东西,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 都是有效, 但是用了有效这个字, 怎样叫有效, 讲来讲去都差不多, 都是那些字很难再特别说明, 不过是不同的。 好, 我给你闻多一亿个。 知道, 即是你说有一个苹果, 就在那里了, 有现成的苹果, 看你怎样去摘, 总之你摘到, 就有林者居之, 那苹果就是你的了, 是, 可能你会被人家抢了它, 那如果在太空, 即是在南极北极, 那哪个人有现成的了, 但只要你聪明的, 你能够去抢到那个, 不要说抢, 你登陆到月球了, 那是否月球是你的呢, 或者登陆到北极, 南极, 北极, 是否你的呢, 这些问题就是最细致的问题, 明白, 这些其实阿洛奇有讲过, 即是property, 我们毕竟做报告, 不是太细致, 太细致, 大家很闷, 会失去主题, 它原则上就是, 你那个自然状态东西, 你参进了你的努力, 你的努力, 你的努力, 你透过你的努力, 使这个东西成为对你有用, 那就是你的东西, 那就是你的东西, 但是有这条件的, 那太空呢? 是, 没错, 我现在看这条件, 太空都在争霸, 现在大家, 中英未拍手, 那你有能力上去就可以了? 阿洛奇有限制, as much as anyone can make use of, to any advantage of life, before it spoil, so much he may, by his labor, fix a property in, 即是说, 譬如说, 我现在的前状态里面, 一百个苹果我摘下来, 每个都我摘, 一百苹果都是我的 property, 阿洛奇觉得这样就不行了, 因为你在未腐烂之前, 你都吃不到它, 你就会浪费它了, 所以只是一个范围, 你是透过你的努力, 能够获取到的, 但那些你是能够在它毁灭之前, 在它败坏之前, 你能够使用到的, 的确是to your advantage, 那你才有权, 叫做你的劳动, 你听说, 南极北极, 假设你上去, 你又在北极里面, 拿一片雪, 只要你, 你是真的用到它, 譬如这个用, 可以放宽些, 观赏都可以, 观赏都可以, 但如果你说, 我圈了一块地出来, 在state of nature, 我现在透过劳动, 拿一些篮杆, 拿一些什么, 圈了一块很大的地, 但是, 你个人都耕捉不到 那么快的地, 你都没用的, 对鲁克来说, 这个就是不害怕的, 你去到南极出去, 你去到南极出去, 站我回来, 他站我死了, 是啊, 你先, 他先回答你的问题,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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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鲁克人想问, 有问题了, 你慢慢来吧, 兵鱼, 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我答, 不是我问了, 是的, 其实我觉得, 下一个令到你, 其实, 对着这些什么什么神, 就有点头痛了, 因为里面, 根本是一种, 如果是用, 就是, 叫做, ideology, 根本是, 真正的哲学家, 他会是, argue, 譬如说, 这个concept的right, 和这个good, 有没有, 有没有差异, 或者有矛盾, 其实, communitarianism, 就是, 紧靠这些问题, 譬如说, sandell, 他自己本身, 他不称自己, communitarianism, 就是, 他, 其实是, 恢復着, aristotle, 或者是, virtual ethics, 这样的东西, 是的, 就是, 其实, 他是, 所谓, liberalism, 后来发展到, a theory of justice, 即是, John Ross那里, 跟着, 他们的, 这班哲学家, 美国, 八十年代, 就是,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 of justice, 他不就在争拗这些东西, 但是, 在哲学的文本里面, 根本在争拗这些东西, 根本就, 即是, 包括了现在的应用, 譬如说, 一些Christian, 自己, 他都在引起John Ross, 不是, 在引起所谓, communitarianism, 这些理论, 就是, 根本就是, 我觉得就是, 我在那些帝首的资料里面, 其实, 这个concept of right, 和common good, 这个观念, 是, 那究竟哪一个行先呢? 即是, 如果一个social policy, 哪一个行先, 哪一个行后呢? 这些实际operational的东西, 是一个social policy所要考虑的, 根本就是, 其实, common good里面, 会不会涉及到这些制度性的东西, 譬如说, 婚姻制度, 是否common good呢? 我不知道, 即是, 哲学家就是这样拗的, 根本, 即是, 当然, 有些哲学家, 即是, 所谓communitarianism, 这些哲学家, 那, John Rawls, 他都要改, political liberalism, 他要, 大家正在讨论这些东西, 根本, 我都是读二手资料, 我不敢什么, 我知道是这样, 而有人是, 在一些二手资料提醒了我, right, 和common good, 哪个先, 价值哪个摆后呢? 即是, 这些东西, 是没有办法, 即是, 暂时我看不到资料, 哪个, 哪个, 哪个是, 優先于, 或者, 高于, 另外一个概念呢? 即是, 我看不到有,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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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会觉得, 如果是有个权力者, 将, 形成了一个所谓common good, 即是, 他们那班人, 而强加于某一些人的身上, 这个就是自由主义, 啊, 企业所反抗的地方,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我, 我要将那个right, individual right, 放在一个线, 即是, 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common good, 即是, 以防呢, 用善呢, 即是说, 以道德杀人, 在中国来说, 在中国来说, 中国文化来说, 哈, 这个是很重要, 在现代社会来说, 但是, 在一个社群里面, 正如我刚才举个例子, 我不是针对Benji所说的, 是不是又是, 完全不能够有common good呢, 譬如我说, 即是说, 这里起码有一个common good, 就是, 不能够由一个人, 弄乱了所有法文, 和法文, 或者表达的时间, 是吧, 这个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会举手赞成, 起码在这段时间, 这些人里面, 那, 但是, 这个又不是终极啊, 但是, 起码, 又不能够否定, 有一些时间里面呢, 我们都要承认, 有一些common good的, 好了, 那我不说了, 不然, 我就犯了自己的责。 我多口说一句, 多口说一些消息, 例如说, 现在的本督十六世, 他在圣诞文告里面, 就是反对这个所谓, 同性婚姻这件事, 他自己本身在通语里面, 或者是他的讲法, 他说现在这是一个godless society, 他说, 欧洲的危机就是, 其中有一点, 有所谓culture of rights, 那个详细的文本, 你看一下, Essential Pope Benedict XVI, 那个文本, 就是那个, 在这个场合, 我没有办法, 可以说, 究竟他怎样论政, 知不知道, 是呀, 那不是我们本地的那些, 所谓道德卡里班, 讲得那么, 抢夺话语权, 是吧, 这些这样的场合讲, 其实真的要, 读哲学真的要增个文本, 自己本身去, 去什么, 因为这些, 其实是philosophical theory来的, 根本就是, 我觉得就是, 我容许我稍微,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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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现代政治哲学, 更加不是英语的, 是现代政治哲学, 那刚才的报告里面, 我报告里面, 第一部分都是讲古典哲学的, 在报告里面, 这个是, 在嘴巴里面, 出了这个术语, common quote, 大家用得很, 很喜欢用, 我发觉可能是有些, 有些, 有些奇异了, 我用的时候, 其实我心目中想着, 玩到阿里斯多多, 刚才阿里斯多多说, 每个群体都, for the sake of something, 那个群体成立那个目的, 就是那个群体成立那个good, 那个善良也好, 我心目中是想着那个东西, 但是, 随来讲, common good, 变成一个community里面, 大部份的人都觉得那个是good, 就叫做common good, 我估计应该是英语, 特别是现代的英语政治讨论里面, 可以这样用的, 大家刚才都在这个意思用了很多, 所以变成, 假设大家都认为, 这个香港随随不到, 应该是, 再拍六千元, 都是common good, 大家都说, common good, 就是common good, 我想可能这样用这个字都行, 但是要分开两个意思先, 我现在就不保定, 可以这样用这个字, 但是要分开一点点, 一个就是阿里斯多多多说的, 我总是这个群体所成立, 为了我的目的, 这个呢, 当然, 现代政治就不同意了, 现代政治就不同意了, 这个群体, 就是你说是为了个目的的话, 只能说, 就是为了, 大家都要保护自己的三个基本权利, 就是这样, 在这三个基本权利之下, 就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了, 如果用一个good做的happiness, 就是追求你认为的good做的happiness, 我这个是想在字眼上澄清, 不要大家有些混乱, 好的, 好, 好, 你是不是有些东西想, 就是, 就是, Lock的理论那里, 就是应该有些问题, 就是, 就是, 我想到就是, 它一开始用一个, 就是类似是concent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是, 就是, 是, 有一些natural的power, 和一些natural的right, 那我们之后, 就去, 部份拿出来, 拿出来, 然后, 我们大家同意, 你又拿了部份, 我就拿了部份, 那就是, 但是, 如果是这样的, 就是, 其实, 我们现在是身处这个, 就是, 就是, 就是说, 如果我拿回这个, 我, 就是, 我可以收回这个concent, 我可以, 只要我, 我不要这些, 后来的那些, Protection, 是的, 那其实, 你们也好, 你们年轻人, 真的要看他的书, 他, 一, 两个小时报告, 就讲了大陆东西, 对不对, 他有些小的问题, 他有探测的, 他有探测的, 因为他描述,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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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目中认为的历史状况, 人在未有Protectual Power之前, 在自然状态, 但事实上, 我现在每个人, 一生出来, 就已经在一个, 在一个, 在一个国家里面, 大部分都是, 对不对, 我也没有, 从来没有, 在一个natural state状况, 跟黄论, 我同意, 我拿些什么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现实的状况, 和他, 从他所描述的, 原初的状况不同, 但他有探测的, 他探测的, 在什么条件之下, 就是你, 现在你已经不是, 已经没有那个 natural state状况出现了, 在什么条件之下, 叫做, 其实都已经, 给了你一个consent, 对不对, 如果用了, 好疏的说法, 就是, 你不是真的, 我们一班人, 在一个自然状况, 大家围买一张桌子, 拿一张合约, 拿一张合约, 我想这个是一个假设来的, 就是, 但是他就说, 就是他会说出, 某些条件, 就是你是一个, 什么国籍的父母亲, 在这个国家, 商量出来, 接着怎么怎么处理, 你做过了什么事, 你没有做过了什么事, 那他就说了条件, 你是做过了什么, 没有做过了什么, 就代表你已经是, 给了你的consent, 代表你已经签了的contract, 就是这样了, 那这些是技术细节来的, 就是最好看Locker的书, 这个就, 比如John Walls, 他那个, 这个是理论, 好像是理论的推演来的, 在一个假设, 即是在一个原初状态, 在一个real of ignorance里面,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的能力去到哪里, 什么什么, 然后在那个起始点, 来到一个social, 或者political theory里面的推演, 尽量做到大家平等的, 起始点, 就是这样而已, 不是说我们真的, 有过一个state of nature, 或者有过一个original position, 在那里, 没曾试过的嘛, 大家由阿当夏娃一删出来之后, 即是就已经, 在一个群体里面, 譬如很简单而已, 就算你哥恩和阿伯, 两个人都是一个群体来的, 哥恩杀了阿伯, 上帝问了, 哥恩, 你的兄弟在哪里, 哥恩说, 我喜事看守我的弟兄, 上帝就不悦了, 上帝就情罪哥恩了, 上帝就是说, 你就是有责任守护你的兄弟, 这个就是一个群体咯, 这个就是一个彼此, 基督在那里, 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 演员出来的一个, 相互要承担的责任, 就是我们要彼此看守, 如果大家现代一些, 或者是christianity一些, 就是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 要彼此相爱, 彼此相顾, 那, 好像现在美国, 所以我再说一两句, 现在美国, 发生这么多年来, 发生这么多枪杀事件, 为什么美国政府, 都不可以立例, 收回那些, 这么容易拿枪的东西呢? 就是那个枪会的射力太大了, 就是, 那个枪, 其实在美国, 那个宪法有写的, 就是说, 我为什么保留我的枪呢? 就是我有一天, 我要推翻, 如果一个暴政的政府的时候呢, 我们人民呢, 可以拿枪出来呢, 去推翻这个政府, 其实那个原理是在这里的, 就是, 为什么美国这么难, 要修改这条这样的法例呢? 是属于人权宪法里面的, 其实是, 我不知道是否对, 啊, 啊,啊,啊, 就是, 我们, 这个来讲就是说,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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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自由主义的, 其实, 但我同意温和的自由主义, 再我不会去到liberitarianism那里, 就是, 就是, 那么极端的就是说, 我, 我, 我同意就是说, 那个right是, 很重要, 因为, 我不能够被人, 任意, 或者被有权力者去任意, 剥夺, 所以, 起码, 我有追求我自己幸福的权力, 哪怕是, 同性恋, 同性恋, 同性恋占, 整个社会只是百分之, 两成, 三成, 但这两三成, 是有权力生存下去, 而且是, 有幸福这样生存下去的,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在英美国国家里面呢, 有很多憎恨同性恋的人士呢, 是真的, 即是, 随街打的同性恋人士的, 你, 所以香港的context是不同的, 所以, 为什么, 英美国家呢, 它是, 它是要立法保障, 香港呢, 可以, 坚持到不立法保障, 因为, 香港没有这些人嘛, 你, 你, 有没有发生过, 香港人去打那些同性恋者, 没发生过, 玻璃自己出柜, 有没有人说, 哎呀, 上去打一锅, 没有嘛, 何韻思有没有说, 他出到街被人打, 啊, 没试过嘛, 香港, 是吧, 所以呢, 政府都, 都不, 即是, 在基督徒的淫威下, 不作咨询, 哈哈哈, 是保守基督徒的, 哈哈哈, 这个威胁下, 都不能够作出咨询, 连资讯都, 都不够胆, 啊, 啊, ok, 不过我觉得这样, 这些下题, 每个朋友都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爽法, 就是, Ben 听说自己的那种法, 这个不代表我们同意的, 是, 但是, 这个也不是一个, 资格局场合作的问题, 无论和政府, 或者美国的法案, 那个, 那个立意是怎样, 那回到年轻人的问题, 大致上, 大致上, 如果, Ben 提到的, John Rawls, 讲的original position, 那个就是hypothetical的, 是imaginative的, 从未有过的, 而Lock 讲这个, the state of nature, 看他的行文, 他自己没有讲这个是否在历史实况, 但看他的行文, 就等于, 好像普拉多利士多吉, 梅述的政治开始, 都说是历史实况来的, 那就是回答这个年轻人问题了, 那如果在Ross的状况, 我们从未有original position, 那个只是一个虚拟状况, 每个人都可以进入的, 但是这个Lock 这儿, 或者Platel 这儿, 这些都说是历史实况, 但现在你的问题就是, 我现在离开了历史实况, 我现在生出来, 已经在一个国家里面, 那我从未提出我的consent, 从未签过contract, 这个就是, 其实Lock的, 甚至Roll的书里面也有提到, 即是说, 你的国在Lock那里, 你的国不在历史实况, 但是就说, 你在现况里面, 你做过些什么, 不做过些什么, 在这些国家里面, 就代表你是给了你的consent, 签了contract, 这些要看回他的书, 这是技术细节来的, 不过很多年轻人, 想要什么, 实际上都有, 好了,其他朋友, 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还有, 稍微跟进好了, 请问一下, 是否这个common good, 是和context, 和合作当下有关? context, 但是你, 我刚才澄清过, 因为这些字, 其实, 首先就是, 这个common good, 这个term, 其实有时候, 可能尽引起误解, 现在, 一个意思就是说, 是一个我们通俗用的意思就是, 一个群体里面, 大部分人都认为好的, common good, 但是, 可以是很实识, 或者很好的时间, 就是一个途断性, 另一个意思就是, 帕拉特拉斯特所说的, 就是说, 一个群体要成立, 它是为了某个, 某些, 某些,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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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提的问题是, 你是哪个意思, 你在讲哪个意思, 就是说, 它是否跟着, 因时制义, 还是因你制义, 就是, 所谓的common good, 可能, 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一个人认为那些是好东西, 另一个人认为那些是不好东西, 那你说是good, 可能第二个人认为不是good, 自由主义就这样看, 对啊, 我始终提, 你要搞清楚, 就是这个字, 可能就是奇异, 一个意思就是, 整个群体的共同的目的, 另一个意思就是, 这个群体里面所有人, 大部分人都认为, 认为是好的, 但如果后者的意思, 可以是很实事性, 可以是很时机性的, 譬如大家, 现在七百万人在香港人, 六百万人认为, 今年派六千万是好的, 这就变成common good, 我不认为是这样用法, 可能是真的可以这样用的, 但你, 你刚才有个问题的时候, 你是用这个意思, 即是一个群体里面, 多数人所认为是good, 这个可以是实事性, 可以是时机性的, 还是说这个群体成立的目的, 你是哪个意思啊? 即是说, 你那不知多少%, 人说想要六千元, 还有另一个小撮人说不中要, 不是代表个个都说, 一至一百% consensus, 是的, 没错, 没错, 你的问题是什么? 那这个common的意思就是要 percentage, 不是, OK, 没关系, 这个, 即是说, majority 不是, 即是说, 在我们刚才的用语里面, 倒不如这样, 倒不如我们将common good 用这个意思就是, 就是一个群体里面 大部分人认为good, 这个可以是时机性的, 可以是实质性的, 至于是排队, 我先说过, 就是一个群体成立的目的, 我们不要叫他们common good, common good, 就是common good, 就是这个community的good, 区分, 就是分开两者, 如果你后者, 要百分之几多才可以, 那看那些是什么事, 事情的不同, 百分比都可以不同, 这些是技术细子, 首先我定了时间, 到那几点是结束的, 差不多的了, 其实一起问问题, 最多, 看看主持人, 两个问题好了, 两个, 有没有人想, 未发言过法文的, Kat有没有问题呀? 不走啊, 哈哈, 不走啊, 怎样, 你们想说, 其实, 刚才那个问题, 本来应该, 你说, 派六千元八千元, 做一次民意调查, 是呀, 那你决定咯, 我相信, 百分之九十, 只是九十的, 不过这个要讲, 这些什么研究中心之类之类, 相对来说, 有一个, 相对, 相对香港的环境里面, 你说, 派钱, 但是, 似乎就是, 搞些街头社会运动的人说, 但是, 那些所谓的机构, 之类之类之类, 没有问过, 一些这样的问题, 派钱, 之类之类的问题, 就是, 很多时候, 授权民意, 是吧, 授权民意, 去做一个, 所谓, social policy, 但是, 就是, 不过, 意大利先生, 已经, 评释得很清楚, 因为, 阿里斯多图和帕拉图的, common good, 就不是现在我们讲讲这些东西来的, 他那些是很终极的善, 那些东西来的, 那现在我们这些, 六千元那些, 可能是一个小群体里面, 就觉得是, 很共同的好东西, 但是, 某一些群体又不赞成, 就是, 即是, 那些, 基本是, common benefit, 和benefit好一点, 那些, 那些, 有个问题, 那比如国民教育, 可能, 那个政府觉得, 咦,国民教育是对我们好的, 但是, 我们很多人说, 不是啊, 国民教育, 你讲这么多话, 又要隐瞞这么多事实, 你表面叫国民教育, 实际上是叫我们, 学习很多挖曲事实的东西, 那让我们, 每个都好像被人看老, 又有另一个办法, 另一個廣泛 我覺得普遍對我不是一件好事 但政府不是 而是愛你們的人民 所以我覺得國民教育對你們是非常好事 普遍各國不同的角度 都不同的叫法 它可以說它是普遍 所以我施在你身上 我說我們不想被人洗腦 我覺得不是普遍 普遍也不是 就是不同的看法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將common good 了解成為一個社群裏面 大部份人認為是good 這東西 這很簡單 看看大部份人認為這個國民教育是good 是個ruler認為好 我們定了一個ruler 不管是不是ruler 這個社會裏面大部份人都覺得它是common good 你計不計算ruler嗎 都不計算ruler 計算被統治者的意見 這個我想是一個常識 我們講的common good 這個我們區分開不是群體成立的目的 群體成立所要實現的 他們認為的事也好 就是要計算ruler和被ruled 那些整堆人所有感 這應該是 根據我們的直感 這應該是 OK 最後一個 好了 差點是common good 會不會是人類良知所生的common good 還是一些高端政治所塑造出來的 某些人所認為的common good 這就是另計的 是不是呢 但是你心目中的common good是甚麼 你可否舉個例子給我 例子即是 國民教育是否真的一定是邪惡呢 諸如此類的 不是 即是一閒那裏 因為我找的資料就是 它現在有國民教育的教材 它政府是 有位教育局 它沒有說明是說 沒有說 只限於用政府所提高的教材作為終極教材 即是說它其實留空間給一些學校去說 即是給一些老師去說 拿另外一些教材作為寶丁 甚至乎你拿政府的教材作為反面教材就可以了 即是這一個 它政府作為一個叫做 帶領民眾思維的 它當然不能夠說出西國的那裏那麼白 即是這一方面就看看那些common good 是良知發 良知生出來的 還是說這一個叫做 高端政治所塑造出來的 還是說 可能大家所謂定義的common good 是是不是 夠不夠 即是它想的那個叫做 材料夠不夠深入去定義呢 那這些人 是不是在懷疑呢 幫你拍照 是分析太平的 我覺得大家有一點奇怪的 大家討論 變了很喜歡使用common good的字態 似乎每個發言人 講這個字的時候都有一些不同的意思 我覺得應該的問題很簡單 現在不是再講群體成立 那個所追求的那個線 或者那個目的 而是只是講一大群人 一個群體大部份人都認為是好的東西 就叫做common good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可以分析太平的 就是下套 哎呀 那這個是當然可以分析太平 現在我們不是 你是有沒有人分析太平 或者是黨政者 或者是民眾分析太平 現在不需要看的 現在 現在就 你用一個例子 如果去香港 六百萬人都認為 國不夠好 那國不夠好 就是common good 那些問題 只不過majority 為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 大家 是對的 對不起 我覺得可能這個用語 大家 所以 二大師他澄清了 是有些問題 在古典 改靠圖 不是common good 你現在說的 那些東西 那個說 就是common good 如果這樣 我想 似乎大家 對這個概念 有各自不同的用法 然後問了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那些問題 好像 你是問的 和你想 大部分的內容都不吻合 好像 這個很簡單 如果我們common good 都認為大部分人 都認為是good 那你大部分 六百萬人 七百萬人 你比六百萬人 認為公民家就好 那這就變成common good 那沒有得生的 就是物語不差 那這個 就是我們可以 但這個 只是大家覺得是common good 即這個是不是good 又可以作討論 那這個 所以我覺得 這裡好像 不是一些理論問題 好像大家 用字顯詞 構造了一些 貌恥是理論問題 但可能 可能根本不是問題 或者是一些事實問題 好 好 先給掌聲 大家留一留步 Ben於吩咐我 介紹一下 3月份的 道在生活講座 很快去講一講 第一講就是 天日了 余國斌先生 道家思想的現代性探索 第二講就是 盧潔雄博士 活在無語化之中 第三講就是 鋼國強教授 就未定 第四講就是 劉桂彪和時 就是 出生入死 和福商議的人生智慧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好 多謝 我也多謝一次 兩位Benting 和其他朋友 付出的業餘 貨餘或公園的普遍時間 來一齊做些事學思考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見 OK 好